台中第二選區真的是充滿變數 可是他要戰勝半島台灣的人 剛剛你已經講過了 半島台灣人是誰 沒有 就是那些反萊豬進口的 那些硬要護藻礁不蓋三接的 就那些想要用核能來取代 我們民進黨的神主牌綠能的 就那些想要公投綁大選 你們就是半島台灣的人 不是 我跟你講 蔡英文給林靜寅下一個 很奇怪的任務你知道嗎 我們就先不要講 你是不是要去半島蘇貞昌半島蔡英文 林靜寅最起碼要先把自己半島 林靜寅是專門在半島大家的人 因為你想想看 當初大家本來要推一個政策 叫做大家就免用吸管政策 就是因為你一個吐嘴 就害這個政策變成一個笑料 對 真的是 你要用湯匙喝珍奶 然後立刻被人家抓包 然後你的少子化的解決方式 就是叫大家晚上十點提前去睡覺 這樣才好生小孩 而且還可以省電 對啊 你到底在見什麼鬼啊 對啊 然後 在那邊鬼扯一大堆 還跑去跟德國之音講 說什麼 只要是 支持統一就是泛國 支持統一就是泛國 結果你自己辭職 那你天天在半島自己 你才會還要他在北岸演一次 你半島自己也就是還喜歡半島台灣 那你推這個人出來到底是幹什麼 可是他推林靜寅出來 還有最近 你把它配合上 今天也是宣佈了嘛 除了基隆跟屏東之外 其他六都全部蔡英文指定 全部徵招 其實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女皇駕到 黨內已經完全獨裁化 是嗎 完全的獨裁化 所以現在所有人都是蔡英文喜歡的人 蔡英文屬裔的人 就以後整個政壇都是英系 是 也就是 整個民進黨內已經為蔡獨尊了 可是今天不是正國會發難了嗎 那個有人跳出來直接指了零七號鼻子嗎 中常委 我告訴你讓我想幾個歷史故事 崇禎跟陳新甲的故事 這我還真是 小時候歷史蠻爛的 我跟你講陳新甲是誰呢 是崇禎時候的兵部尚書 然後當時崇禎之後 他內部流寇到處在作亂 國力已經掏空了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跟滿洲人打下去了 那滿洲人其實跟大明國畢竟是大國嘛 他經過這十幾年的戰爭之後 其實也有點疲累 他也希望休息一下 重新再準備一下 所以雙方都有意和談 那崇禎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就指派陳新甲去跟對方聯繫 說我們要和談 可是問題是之前 他去弄袁崇煥的時候 就是說袁崇煥你衝敵 那袁崇煥其實之前 也想幫大明國留一點力量 所以他也曾經跟黃太極 和談過 當時就是用這個內通外敵 去把袁崇煥弄死了 所以他們這次搞了高度機密 崇禎就跟陳新甲說 你絕對不能對外說 自己偷偷去 對 自己偷偷去 但是實際上這完全是崇禎的意思 結果呢 陳新甲機密不勝 這傢伙也是吊得郎當的 居然洩漏出去了 舉朝大化 因為整個明朝都記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教訓就是 宋朝啊 北宋就是跟人家和談 所以就滅亡了 南宋又跟人家和談 又滅亡了 所以絕對不能跟人家和談 所以一聽到陳新甲 居然跟人家和談 全部指著陳新甲的鼻子罵 賣國賊 然後崇禎立刻把他收押 立刻殺 有殺嗎 後來把他殺掉了 但是問題是當時滿朝的文武都在罵陳新甲對不對 實際上在罵崇禎 可是大家不曉得是崇禎叫他去的啊 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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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知道陳新甲沒有膽子這麼大嘛 就是崇禎自己要搞的嘛 可是大家不能罵皇帝嘛 所以就知道罵陳新甲 紫上罵槐啊 那崇禎也就裝死嘛 結果陳新甲他不好意思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的 然後他隨便找一個理由說他失落陳詞 就把他幹掉 他被關在眼前失落陳詞 就把他幹掉 被關去之前就幹了就算 所以 現在林希耀就是這個角色啊 林希耀前一陣子怎麼判斷錯誤啊 怎麼講那些幹話 然後現在人家說他七上瞞下 那實際上有七上瞞下嗎 蔡英文有這麼笨嗎 人家1.5個博士 他傳達上意而已啊 所以 我老實講 現在其實民進黨內很多人都知道 蔡英文是完全的獨裁 可是他們現在不敢直接指著蔡英文鼻子罵 所以只好這樣做 那 現在他就指派林希耀啊 我接下來就很精采 看六度他要怎麼搞 我覺得這搞下去會非常非常的精采 那當然他們現在現階段的任務 是要對準嚴家要去消滅嚴家 對準嚴家消滅嚴家真的只是 民進黨想要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 難道又是中共勢力滲透嗎 我覺得是有勢力想要進正南宮 哦難怪 展完15年前展完機頭 現在還繼續弄 你看Coco姐的臉書裡頭透露一個訊息 當然這個訊息本身很好笑 他說卓冠底他們幾個人爆料 爆料說呢 是因為過去 那個 顏清標有黨國的資源 所以呢 能夠把很多資源 挹注給正南宮 所以正南宮需要他 所以他這個董事長做得穩 那現在沒有黨國資源了 所以正南宮內部有人對他不滿意了 要換成一個有黨國資源的 就換一個民進黨的人進去啦 他的話你也信 我覺得基本上喔 會傳這個話的人 基本上你根本 完全不知道正南宮 還吃 真是還吃 基本上他的話 完全不值得討論 是啊 你知道這是誰的周遇寇嗎 當然啊 他是傳卓冠廷他們幾天講的 卓冠廷的話也不用聽 對啊 這根本完全的胡扯 正南宮有關股嗎 麻拜董 講笑話 要講什麼鬼 我跟你講 二十戳中盲田 二十二年前 顏清標就去當董事長 二十二年前 顏清標是政治人物嘛 對啊 他是流氓耶 他就是黑道 就是這樣 正南宮當初 顏清標為什麼要入主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兩派利益擺不平 大家找一個公卿 才找他來的 就是這樣子 不是國民黨很早就安排一個 跟國民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配到背景的臥底在裡面 他當時根本也不是國民黨 我跟你講 紫南宮我最熟了 紫南宮阿扁當市長 柯B當市長 有辦法控制他嗎 對沒辦法 紫南宮你都控制不了 你要控制鄭南宮 說我什麼不聽啊 而且 鄭南宮幹嘛需要政府的資源 他有錢的可以耗死好不好 他有錢到一個爆炸 我老實講 鄭南宮有多少財產 最後他們自己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實在太多了 你光是下面 他們因為每年信徒都會捐那個金牌 那個媽祖那個金聲 不得了 光那個這幾千金耶 你知道那個多少錢啊 所以 真的是不要再講笑話了 但是你以為他是故意講笑話裝傻嗎 不是的 他們故意放這個消息 因為有人要標哥的位置 其實這個重點根本不是政治上 因為鄭南宮其實代表的利益遠比那一區的立法委員還要排隊 還搶神 連神都搶 搶人搶錢搶資源 所以我跟你講這一戰藍軍如果現在還在那邊吱吱吱吱 還在那邊搞不清楚到底是誰的話 你們就會把你們剩下 好不容易剩下幾個手上有的資源 就攻守讓給別人 真的不要這樣 看看民進黨的朋友真的好不好 這個歐洲議會成員來 這個標哥也是辛苦 我們這個不管未來是誰 要出來對戰這個林靜宜一時 可能都會很辛苦 沒問題 我有問題 只能問你要記住 分一次 紅 想振